陈老师客户问129的鞋子PPT能不能做出1290的高级单 我试试吧 首先这大档的文字先给他做下精简 然后放上一个背景图片调整一下字体颜色和大小 这样页面就好看了很多 下面的产品图片太小那就单独放大一下 然后插入一个设计好的图片 这样PPT是不是就高级了很多 陈老师客户说要有高级的动画效果 我们可以在换团面上 加入一个圆形 这样产品就更加凸显了 同时我们将文字也放到下面 这样我们点击切换的时候 就可以展示每一个产品图片了 这样效果是不是看着很高级 那怎么做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要把每页的幻灯片都做好 这里每页幻灯片上面都有一个产品 对吧 我们可以新复制一页幻灯片 然后将第一张的产品图片给他缩小 移到外面 调整一下他的方向 然后我们将圆圈也可以做一个调整 同时我们将下面的这张产品 给他拉过来 调整一下他的大小 下面的文字部分 我们可以将它删掉 然后放上我们想要放上的 对应的文字内容 调整一下 同时像圆圈的颜色 我们也可以做个调整 比如像这个蓝色 然后选中换动片 顶级切换中的平滑 调整一下时间 这样一个切换的效果就有了 然后我们依此类推 将下面的所有的产品 全部做一个这样的调整 就可以得到我们刚刚展示的 那个动态效果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首先先调整一下页面的排版 将所有的产品图片大小统一 重叠放置 然后我们再来复制每页 将产品图片分别放到每页幻灯片上 同时我们再插入五个小圆圈 复制一下 将圆圈填充对应的产品颜色 然后将全部的圆圈放到我们的黑张产品图上面 然后点击这个小圆圈 选择插入 点击动作 找到超连接 选择幻灯片 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幻灯片 这样我们可以指定到任何的幻灯片上面去 比如我们现在对应的是白色产品 那我们直接选到对应白色产品图就可以了 选择幻灯片11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依此类推 当我们点击的是灰色产品图片的时候 我们直接将它点击到我们的对应的幻灯片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将所有圆圈设置完成之后 可以将圆圈复制到每页的幻灯片上面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客户点击下面的选圆圈 就可以展示相映银色的产品图片了 这样的交互效果 客户一定会满意的吧 牛白 陈老师 客户很满意这个PPT呢 但是呢 说这个鞋子的性价比很高 还是要回复到129的效果